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得改一改了 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做国防创新委员会 你看你能不能作为董事会成员 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政府和军方中多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效率的提高 华盛顿邮报的这位专栏作家专门去找到了施密特 说当时你在政府也是看到了怎样的情况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那么记者描述当时施密特脸上的表情是倒吸一口凉气 仿佛是我们在恐怖电影里面看到的一个人类 突然看到了超自然的怪物那种惊恐的深情 施密特是长叹了一口气 他说呀 说我跟在里面的人说呀 你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和米先生说是躺平了 记者描述施密特 说施密特就像看到了恐怖电影里面的这一种超自然的鬼怪一样 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与世隔绝和落后啊 那我们也说啊 说这个联邦政府按理说 不管是提供医疗服务还是提供一些基本的 比如说你去啊 这个更新一个车的牌照 往往是由我们每一个公民这样的一个生活 是连接最紧密的一部分提供服务最大的宗旨 就是服务于需要服务的人能够在最成本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在服务质量最优的条件下 向他们提供最优质的这样的产品和服务 这也是我们所谓的政府的合法性所在 为什么大家要向政府交税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呢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服务 但是啊 即使是在这样的啊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优质的民主制度之下 政府的效率现在也出现了如此与技术时代发展啊 这个完全脱节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任何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都需要经过好几个月的审查过程 才能够获得许可 在施密特看来啊 这不仅仅是这个这个不符合我们对于一个政府的想象 这是比违法更糟糕的形式 简直就是官僚主义对于人的折磨和酷刑 施密特说呀 说其实呢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解决方案 我们也知道进行这一些解决方案的改变 最后的结果不管是速度安全还是质量都会比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案要好很多 但是真的是看不到啊这样的一个僵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如何能够接受像人工智能这样革新性的技术 不要说人工智能连软件现在有很多的联邦政府都不会用 没有办法用一般的办公软件来解决行政事务 还是在采取传统的传真 手面的手这个这个手面书写 或者是纸质打印在寄信这样的方式进行信息的传递 那何明先生我也想问呢 我们一直在谈人工智能智慧决策可以给政府带来多大的变化 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连邮件都不发 连办公系统都没有办法使用 还在进行传真以及这个手头进行指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个改变是不是天风夜谈啊 天风夜谈 所以我更希望是更多的别的国家来改进 比如说埃萨尼亚 比如说这个印尼 比如说新加坡 甚至可以说是中国 我相信这些国家可能人工智能的政府的速度非常快 埃萨尼亚是一个小国 但是这个国家最开始是数字经济互联网的发展 很多那个时候很多的地方 比如说我到欧洲啊 一个晚上啊用这个互联网是30克级英镑 用的我滴血啊可以说是 那你没办法 但是在埃萨尼亚很快就实现了这个大家的公共信息的共享系统 人工智能他们发展了很快 所以这是一个智慧人工之国 这种国家呢也提供了一些样板 一些经验和教训 那现在印尼呢是准备在新的首都建立一个智慧之城 甚至请了法国的科学家们给他们建立一个模型 在新加坡我们就看到了李显龙的这个公子 好像是李奇博士的同学吧 是你们还是校友 李红利 他集中就是负责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设计 在中国吧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人 所以讲的那种高效力 比如说有的人他从海外 他是中国公民 他在海外待了一段时间回国要办什么护照 而不是办什么交通的什么什么驾照换啊什么什么东西 他就发现在深圳这些地方啊 就是一个机器放在这个地方 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给你解决了 在美国在纽约还等了很长时间呢 还要去拍照 还要等待 哎呀 基本几个小时吧 对吧 加上你路上的行程基本一天就浪费掉了 甚至至少或者是半天 那么我认为呢 就是发展中国家反而有一个机会 因为他们有一种急变的 急速的想变革之心 像中国 对吧 政府的系统的官僚 然后腐败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二十大 十九大之前 不是二十大之前 十九大之前 我就说 习近平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官僚的队伍 这个政治机器人 因为每个系统你都是靠人在运作的 这些人只要是不想跟你好好干活 这个政治机器的运作非常慢 你要是让他腐败的话呢 你这个政府的公信率就非常低 所以中国现在 现在在很多的系统里面啊 你就会发现啊 他们实际上已经使用了人工系统 我记得早一段时间 有一个什么欧洲的人 他跑到中国去换那个 负招还是什么 不是负招 是什么签证嘛 原来只看到一个女的工作人员在旁边 指挥大家怎么去更新 对吧 就跟我在阿根林看到的是一样的 我觉得美国要改是非常之难的 但是美国的能力是一点不一定的没有 美国的能力一点不一定都没有 如果这个总统 他真的是 因为美国的总统他做的工作 比中国的领导人要多很多 所以他这个日程真的爬不上 如果这个领导人真的老子很清楚 他如果感动一下这个手术 对吧 当然他面临的问题你刚才讲的 对 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官僚团队的反对 那怎么办呢 我的想法就是说 你从具体的事情入手 比如说 最近新闻开始闹 一个负招要到六个月时间才办到 很多人已经没有负招啊 他同样想去出国 出国玩一玩 然后他就先订好机票 订好酒店 结果一起办负招六个月 根本就知道 整个形成就泡汤了 如果找到了这种缺点 美国是一个民意推动的一个国家 那么你马上就说 我们能不能用机器人 用人工智能解决问题 美国的改变是要一点大面 而中国在印尼或者是 印尼它整个手都要尽力智慧之城 而在埃萨尼 而在新加坡 它很有可能就是整个面都是人工智能的 好 何明先生是提出了几方面的想法 首先是一点待面 一个小方面入手 而不是让发展中国国家 从上到下一步实现 第二 刚才何明先生讲到 在外力的推动下 看看这些发展中国家 看看中国已经搞成人工智能 这样的时候美国人可能会更有动力 其实这与华盛顿邮报这一位作家的观点也差不多 他也提出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登月式的这样的一种计划 就是什么呢 大家最开始都认为登月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是当你面对一个强大的外部的对手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会突然具有紧迫性 最后还真的就是靠美国自身的实力和技术实现了率先登月 这样之前认为不可想象没用的壮举 这是一方面 第二 这个作者就提出了一个从内生性 从现在美国人对于政府和机构失望的这种紧迫性 对于联邦政府对于民主制度危在旦夕的这种紧迫性入手的方式 他就讲到说的确你要是从技术的角度而言 八十几岁的一个老人似乎并不是引领美国人工智能时代最合适的总统 但是你不要忘记之前在奥巴马总统时代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专业人是帕尔玛 他是作为奥巴马政府的人工智能政府专家 专门去为怎样改善政府机构进行相关政策制定的这样的一位专家 年轻人是看到这样的需求的 年轻的总统是有这样的前瞻力的 最后帕尔玛的经历是什么呢 帕尔玛自己在回忆录里写 说呀我每天就像在做心理治疗一样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些联邦结构里稍微有一点雄心 稍微有一点动力的人 都被整个的这个系统是搞得疲惫不堪 每一个人见我的时候都是哭着的 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有动力改变有志向有梦想的这一些联邦工作人员 他们是最先离开的 剩下的反而是最没有动力的这一些人 这本书我非常推荐给大家 帕尔玛是奥巴马时代的 专门做来改变联邦政府低效的这一位官员 他在书的前言里面写什么 致敬爱的公务员坚持住 就是这样的一方法 就讲到了整个联邦公务员体系 但是在 这也是我们思想寻思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接受到 这个世界最顶尖的一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作为中国人往往会被服侍的 或者是被那些八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 那种浪漫的对西方想象的人误导的一个中国 不是说中国不应该说明治 不是说中国不应该说自由 不是说中国不应该怎么怎么样 而是说你应该从这些已经发达的国家里面得到一个教训 不像你当年的那么的想象是这样的 我有一点不好意思啊 但是也不得不说 真的有时候看到中国那些所谓的大人物啊 大思想者啊 写的那些文章啊 那种仓卑啊 跟我三十年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三十年以前我称不得无限的敬佩敬仰 就是他们提出了一个中国这样一种体制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吧 西方给我们指引了一条非常光明的道路 而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 享受了美国的自由 享受了美国的民主 享受了美国的政府的服务 对吧 也跟美国政府一次交税等等等等 你对美国的这种体制的感受啊 就会更加真切 而有时候我们听到的大家就是说 都是一种无力感 但是我们今天有理期不是这种年轻人给我们打开一扇窗 我们的目的不是说 说美国这个体制啊 是怎么样 而是说你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讲 中国是有机会 去重塑一些呢 在西方的经验教训之上的一些新的体制 如果在这样方面 就根本跳过有一些原来的层次 来直接进入到一些层次 中国叫弯道超车吧 这种词我不是那么喜欢啊 弯道超车太危险了 而且说你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 这个 你比比新有的官僚体制 还要还要进化的一个机会 就是技术给你大的机会啊 而且你是有这个技术力量啊 对吧 但是哎 怎样说服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呢 特别是当这个政治领导人 本身可能对于技术并不了解 华盛顿邮报这一位专案作家也支了一招 他说啊说拜登总统呢 在选举的时候就说 自己之所以要出来选择 保护美国的民主制度 不受到一个破坏性力量的彻底摧毁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 之所以这一股破坏性的力量能够形成气候 其实更大的背景是 现在美国人对于自己所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下的啊 这样的一种无力感和绝望 因此啊他就讲到说呢 说实际上真正对于民主制度最好的保护 是让民主制度本身能够更优质更高效 你这时候讲的太对了 太对了 这就是讲的问题的本质 如果民主不能表现一个高效 一个优质的服务 民主制本身摧毁了魅力 80年代之所以上网西方 并不是有一个空洞的民主和自由 那是一个真实的感觉到 西方人就是比我们中国人生活的好啊 对不对生活的有效率生活的有品质 生活的有时尚啊 如果你西方不能达到这一点 我还是我有民主 对不对 贫困的民主 你觉得大家会是喜欢的吗 对的确啊 那么看来华盛顿邮报的这一位专栏作家 与何彬先生的观点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啊 我们要提一句 我经常发现就是说 实际上最顶级的观点 跟我有点接近看起来 而且他特别移民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也是一位媒体人出身 那之前是彭博商业周刊 媒体在美国也是低劣的不得了 其实媒体人内部 对于媒体是有很多反思的 对 那么这呢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再讲 他就讲到啊 说拜登总统啊 你或许是一个善良的80岁的 你甚至是一个聪明的总统 但是啊 毕竟我们也说啊 说这个80岁的聪明人终身制 这不是对于一个制度最好的保护 怎么办呢 与其去找一个啊 像你这样对于民主制度 保护本身有很大热情的人 但是人毕竟是要面对很多缺陷的人 不如啊 让大语言模型来接管你 他也聪明 而且啊 他不管是在80岁 还是在800岁 只会更聪明 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代一代的迭代 变得更笨 因此啊 人工智能 这才是一个永远不会老化 永远不会衰老的 这个民主制度最好的保护者 当我们的政府所提供的服务 变得更低成本更高效 当我们的政府的决策 变得更少一些政党 以及利益集团之争 真的能够让大家看到啊 这样一种决策背后的逻辑性和理性 当不管是五角大楼也好 还是美国的国税局也好 他们为我们所提供的服务 他们对于纳税人所造成的成本 有这样一个数据化的清晰化的显示 他们的决策是以经过算法 以及人工智慧迭代形成的 即便不是最优也是在当前状况下 可预期平均最优的这些选择的时候 或许我们会对机构重拾信心 而当我们对于机构重拾信心的时候 我们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能力 来防止一个民粹主义狂人 对于民主制度的最后侵害 或许这才是愈合我们这个社会 伤疤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途径 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人工智能可能会拯救民主制度 它甚至可以还做的更多 今天我们简单为大家进行相关的介绍 您对于人工智能在政府决策 正智慧化方面有哪一些想法 人工智能如果像刚才和平先生 所说的以点待面 在美国的哪一个领域是最有可能 率先推进的呢 也希望您与我们交流看法 如果您想加入思想先驱报的会员的话 就可以提前看到节目 只要加入华尔街电视的会员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思想先驱报 节目网友区的讨论的话 在六度世界可以加入思想先驱报 专属会员讨论区 有各种各样的精彩观点 在那里都可以得到分享 如果您有哪一些材料话题 以及精彩的文章和个人见解 推荐给我们 我们也会经常关注您的反馈 好了 以上就是思想先驱报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会 谢谢